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,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65年的某一天,黑龙江省阿城市南城的城墙边,有一位姓培的农民正打算找一些青砖器猪圈,谁知,就在他翻找青砖时,却无意间找到了一条造型奇怪的铜质坐龙。 姓培的农民认为他很可能实现古董,且龙在中国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,所以他便将这尊坐龙拿回了家。 结果,自从家里有了坐龙,培家人每天晚上都会听到诡异的动物叫声,家人害怕是坐龙显灵了,便将他上交给了阿城市文官所,文官所还给了他们18元钱。 后来,阿城市文官所的考古专家们经过调查研究,证实这尊铜坐龙是今代早中期的皇室御用器物,它的造型比较特别。 龙举坐姿,左前只高举,和右后只以腾云连接,右前只与右后只触地,整个铜像高19.6厘米,重2.1千克。 而且,铜像上还可以看到麒麟、狮子、犬类的一些特点。 据金氏渔夫之记载,金世宗完颜庸在大令六年,也就是公元1166年,重新规定了皇帝车年的知识。 将世宗朝以前,皇帝所用车辆上装饰的坐龙全部改为缝。 由此也可以看出,铜坐龙应该是今代前中期安装在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装饰物。 1990年,这尊铜坐龙已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,并由阿诚市文官所转移至黑龙江博物馆收藏。 如今,它也成了黑龙江博物馆的正馆质宝,价值过异。 同时,还在考古和艺术方面具有很大的文化研究价值。 2003年的一天,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正打算收缸回家, 但鱼竿拉起来,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帆。 拿给专家看后,专家感叹说这是无价值宝,那这铁王帆到底有什么?